由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與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 一起在日前主辦的吉米演講活動 而主講人是藝術創作家吉米 他將分享過去自己的創作 主題從過去日本大地藝術季到現在淡水非常熱門的淡海清鬼作品 今天下午由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還有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一起主辦的吉米演講活動 這次相當難得邀請到吉米藝術家在真理大學音樂廳舉行演講 而這次活動的主講人是藝術創作家吉米 他將分享自己的創作 主題是從過去日本大地藝術季到現在淡水非常熱門的淡海清鬼作品 威威到來他的創作靈感與心路歷程 會讓群眾了解說事實上怎麼公共藝術 從發想到最後完成就去了國際 我覺得去現場的感受是看到真正的實體 跟車子的管理還有群眾走動的感覺 但是今天演講會挑一些更漂亮的畫面 當海清鬼通車到現在確實吉米的公共藝術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迴響 那我們希望捷運它不是只是一個交通工具而已 它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必須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可以結合淡水的一些文化特色 然後跟透過吉米老師的一些畫風 我們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吉米老師說從來到淡水了解這塊土地的文化風景與人文 到與清鬼合作創作出公共藝術 希望用講座將過程分享給喜愛吉米作品的同學 還有特別報名參加的民眾 而捷運公司表示淡海清鬼不只是一座交通工具 在淡水這麼特別的地方 不只是有居民還有許多觀光景點 有吉米作品的加入 跟讓清鬼有許多的不一樣 我想很難得這次新北捷運局 能夠請他來做一些創作的話 那在這個二十一世紀 知識經營時代裡面 創新跟創意是非常重要 而且創新創意以後把它變成創客 所以我們講的要能夠實作作中學 所以學校這一次也希望能藉由吉米老師這樣的演講 那他的傑出的一個過程 讓學生能夠在校園裡面真正能夠學習滿滿 校方表示吉米老師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他的作品從繪本開始畫風都深受民眾歡迎 而這次難得邀請到吉米老師來到學校演講 讓藝術從創作 創意甚至是創客 都可以分享給在場的學生還有民眾 而這次吉米的講座不只是有大學生 還有許多的民眾與淡水國中的師生 一起來與吉米老師走進夢想中的藝術創作之旅 記者許多萬一的水彩網報導 在你身邊在市面上一些空會 你去偷偷一下 和 arab上有什麼